我們的驕傲 國家奧運建議代表團 澳門聯歡晚會 9月1日晚在東亞運體育館舉行 社會文化師師長歐陽瑜 國家奧運建議代表團團長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高志丹等 眾多嘉賓出席主禮 聯歡晚會分為超越夢想 突破極限 逐夢未來三個章節 國家奧運建議代表團 65名運動員與表演嘉賓 以訪談 去照顧我生活中 歌舞 小遊戲等形式互動交流 並向觀眾分享成功背後的辛酸 和努力付出 晚會更吸引超過4000名觀眾入場 近距來欣賞奧運建議的風采 共享他們取得奧運成績的喜悅